耶利米哀國說到主前586年的時候 耶路撒冷聖殿被毀 說到四位有很多敵人 耶路撒冷的日子 無人逃脫無人生還 全部都殺盡了 是不是耶路撒冷所有人都死了 是不是猶大地的人所有人都死了 不可能 事實上聖經其他的章節都告訴我們 還有很多人留下了 雖然被老了 又被攻陷了 但是有很多人在 所以又是一些所謂universal language 一些普世性的語言 西班牙一章第二節 講到神要去審判以色列文 我必從地上徹底去除滅 萬物所有東西 除滅所有活物 我必從地面剪除他們 又要散所有居民 除滅他們 這裏又是說586年 BC 上帝的審判來到的時候 很肯定不是每個人都死清光 我們為何要指出這裏 或者作者要指出這裏呢 Norman和Warton 因為我們的解經一定需要一貫 要一致 我們不能夠說 那裏我們看到一些普世性的語言 字眼 然後我們就說全球 這裏就不是 這裏我們就把它解釋掉 這樣解釋就很生硬 所以我們要知道那個聖經的原則 是需要一致 怎樣處理這些 Coharis in all the earth 即是普世的 這些字眼 我們需要知道 聖經很多時候 記載一些大的災難 一些很厲害的災劫發生 很多時候都會用一些這樣的語句來形容 譬如耶路山比威 天下有饑荒 不可能 信了也好未信的歷史學家都會告訴你 根本不可能 即1500、1600BC 約失的時間 居然是全球的饑荒 如果你告訴別人 所以我們在解經上面 我們需要留意這些事情 所以有些人就說 不可能 如果你要證明這個洪水是全球的 你一翻開耶穌說的 你就知道是全球 因為《百大福音》第14章 講到人子來的時候 耶穌的第二次來 沒有人知道那個時辰 諾瓦的日子怎樣 人子來臨也要怎樣 他就說 因為人子來的時候 一定是全球 所有的人都會知道 所以羅雅日子是這樣的 人子的日子也是這樣 人子是全球的 為什麼羅雅不是全球 但你看清楚 夏文說什麼 夏文說的不是 the extent of the flood 不是重點 不是洪水有多大 是不是大到全球 他們說洪水來到的時候 那些人有沒有準備好 那個焦點是人 是people 不是說地理的東西 你看清楚 38節 洪水以前那日子 人 照樣吃喝嫁取 直到方舟的日子 就不知不覺 洪水來到 將他們衝走 人子來臨的時候 都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兩個人在田裏 一個被接去 一個被撇起 兩個女人推磨 一個被接去 一個被撇下 所以你們要警醒 因為不知道的時候 主就來了 想不到的時候 人子就來了 所以在說什麼 在說我們 有沒有準備好 我們是不是準備好 不是在說羅雅的日子是這樣的 你知道 講到怎樣的時候 比較的時候 比較什麼 就是在說洪水來的時候 那些人沒有準備好 是喝假醉 By the way 這裡是華人教會裡面 很多時候 拿來講被提的經文 不知不覺洪水來到 就將他們全都衝走 那時兩個人在田裏 一個被接去 一個被撇下 兩個女人推磨 一個被接去 或者被衝去 一個被撇下 我們很多時候 搞了一些被提神學出來 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 七年大災人之前 災前被提 所以就會被接去 你看清楚這個原文 是跟被提神學說的話 完全相反 因為這裡 被留下是好的 因為被接去是什麼 就是被洪水沖走 你不要想著 被提 一個消失了 消失的那個是被審判的 撇下 留下的那個是好的 為什麼 因為在說洪水來的 所以想清楚 我們以為 我們在說的是被提神學的 proof text 誰知道原來不是 剛剛相反 所以被提這個是後話 即是沒勢論的問題 我想指出 這段經文不要拿來做 以為是支持被提論 一點都沒有 相反 被提去的 被接去的 被兇走的 那些是接受審判的 所以這裡說 人要準備 所以我們也要知道 那些普世字眼如何處理 有沒有給我們一些研究 給我們一些資料 給我們知道 近東的歷史記載 都會這樣的 當然有 這裡我引用一本 近東的 一本學術的書 叫做 Mesopotamian Cosmic Geography 這個學者 Helris 他專門做近東的研究 他就拿這些近東的文學 特別講到地理 就把它收集 在這本學術的論文那裡 其中一個文獻 就叫做 薩爾根地理的文獻 Sagand Geography Text 這是一堆的文獻 什麼時候發現等等 屬於主前八世紀 當時有一個Sagand II 以塞亞書都有提過 這個阿術王 以及他的後人 他們留下了一些記載 他講到他自己帝國的時候 講到阿術帝國 他說阿術帝國是怎樣 Sagand 薩爾根 宇宇宙之王三次征服了的地方 所以又是用一些普世的字眼 你說他懂不懂地理 怎麼會講這些字眼 但起碼在他當時所知的世界裡面 在當時的阿術近東的世界 他是征服了所有的版圖 所以你看到他都用一些天下傳地的描述 你再看回我們曾經看過的 當時近東的人 包括聖經世界裡面 他們怎樣看他們的宇宙 即是說他們宇宙的結構是怎樣 他們怎樣去形容 我們講過當時他們想的宇宙 就是有大水來包圍著的 中間有一個空間 你記得創世紀第二天創造的時候 創造什麼 將水分開 然後有一個流氓出來 這個就是創造主當時 近東人令到廖術創造 為什麼有這個世界的方法 將水分開 上面就有一個窮瘡 窮瘡是希伯來文 Rakia 意思是硬的東西 一些鐵片等等 鑊 它就頂住了窮瘡的水 讓它不會倒下來 不會倒下來 不會倒下來 所以如果大水沖進來的時候 就會毀滅這個世界 他們是這樣去所謂 conceptualize 去概念化他們的宇宙 當然不是說 我們今天要照版主管 但是至少當時的人 近東的人 包括聖經世界裡面的人 是這樣去想像他們的宇宙 所以聖經裡面很多時候 用這些字眼 用這些概念 和他們溝通 埃及人 你看到 都是一樣 他們去描述他們的宇宙 的時候 上面有一個天神 一個女的天神 然後下面有一個地神 躺在那裡 中間有一個空氣神 叫Shu 他就去頂住 將水分開 所以他們在主前摩西的時候 主前一千五百年左右 大概摩西的時候 當時新王國 New Kingdom 他們就是這樣去形容他們的世界觀 和這個畫出來的簡圖都是一樣 再看看下面 到主前七百年 這些巴比倫 找到的宇宙地圖 他們怎樣conceptualize 他們的宇宙 他們的cosmos 他們的cosmology 是什麼呢 都是一個平的碟 然後有水包圍著四面 你把巴比倫宇宙觀的地圖畫出來 然後我們簡化了它 裡面有很多的標籤 其實這裡有很多的文字 就是解釋這些的標籤 你看到 這是巴比倫的地方 他們的世界 中間巴比倫的首都就是這裡 中間有一條河 就是有法拉低河 所以巴比倫在巴比倫的西面 就是有一條河剛剛穿過的 所以這個巴比倫 然後有其他亞術在上面等等 有其他的geographical feature 有一些這樣的特色在這裡 四周圍最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想看的 就是海 我們今天可以形容它 或者這本書 就會這樣形容近東的地理 就是這些是cosmic ocean 就是 再看剛才的圖 就是這些周圍包圍著的水 他們都是這樣把它形象化 去概念化 這塊地 外面的全部都是海 其他的箭嘴就是這些方向等等 日透不見之處 就是日落之處等等 所以你看到是一個平面的世界 他們所知的世界就是這樣 所以紅水 他都是在說一個他們當時所謂known world 所知的世界 剛才我們看了一些原文的細節 近東的地理觀 或者cosmology 宇宙觀 你見到創世紀不一定是要求全球的洪水 相反他所指的如果你有背景 有原文的經文 當然有很多其他經文我們還要處理 這個是後話 但是指向的是一個 known world flood 所知的世界有一個大的洪水 一個大的災難發生 如果你想有一本好的適經書 又看得懂英文 這本我覺得是最好的 這本是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John Wattenson 他特別要做得好的事 就是去分析這些經文的細節 所以在近東的背景下 加上我們一些原文的細節 經文要表達的是哪方面的真理 你看看 好像我們看創世紀一章 六日創造 七日創造 他想表達什麼真理 千萬不要搞錯 不是想表達科學真理 也不是想表達地質學 剛才提到Rakia 窮瘡 是一個硬的窮瘡 字本身就是一個叫做打出來的東西 就是打出來的鑊 這是古人用的很簡單的現象性的語言 不是科學的語言 窮瘡的窗戶打開了 有水降下來 大淵的泉源崩裂 這些都是現象性的語言 不是說geology 不是說science 也不是說 聖經也不是說 近東的世界觀就是唯一的世界觀 我們今天知道窮瘡是通的 上到太空 也知道地球是圓球 以前他們的宇宙觀 他們的世界觀不是這樣看 所以聖經不是在教世界觀 聖經教甚麼呢 是神學 藉著當時近東的概念 語言等等 在講最重要的是甚麼 神學 神學才是最重要 我不是說歷史背後沒有東西 而是聖經想表達的 他不是單單告訴我 告訴你 某年某月某日發生了某件事 是重要的 但他想告訴你 那個詮釋是甚麼 怎樣解釋這個歷史裡面 曾經有的大災難 甚麼原因會發生 為甚麼會發生 神在做甚麼 最主要想啟示的真理 在哪方面 是theological truth 神學的 truth 不是說地質 不是叫我們建構的科學出來 沒有這樣的事 theology 如果看洪水的結構 洪水聚術的結構 你都大概會得到 大概得到 它不是說現代人的歷史的寫作方法 或者不是說現代人的地質、歷史等等 你看到這些數字 7天、7天、40天、150天 到下一節 又提到這幾個數字 就好像一個線形的結構 或者一個我們稱之為 chaistic structure 為甚麼叫chaistic 即是交叉的 structure 交叉的結構 就是很多時候近東的人寫的東西 包括這裡 紅水的故事 很清楚 就是ABC CBA 如果你這樣寫出來 就是C對C B對BA 就是交叉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chaistic 來形容 三文字的結構 或者先形的結構 你就知道它在寫的是甚麼 就是上帝、紀念、羅雅和大地 因為方舟就載了大地的東西 所以它真的要表達的是甚麼 是theology 有很多人問 既然是局部洪水 叫人走上山 用不著整個方舟 用不著搞120年整個方舟 我上次解釋了120年 不是說用120年整個方舟 不知用了多久 那為甚麼要整個方舟出來 我們又是用現代人的那種 即是logistic 事情安不安排到 這種角度 你都可以看這個故事 方舟到底是甚麼 為甚麼方舟要再 至少大地上一些代表性的活物 要放在裡面 方舟到底是甚麼 方舟不只是避難 我們在想 如果是局部 為甚麼不走上山算 要整個方舟這麼麻煩 這不是麻煩的問題 在寫神學 在表達神學 特別是跟近東其他洪水故事 都有其他方舟 他們都說到有隻船 要跟他們爭辯些甚麼 去解釋那個災難 等於美國 十幾年前曾經有911 911發生之後 有很多不同的詮釋 為甚麼會發生 發生了甚麼事 上帝在哪裡 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詮釋 聖經就說 這個才是真正的詮釋 要寫這個大洪水 背後發生了甚麼事 而方舟其實 就是一個宇宙的縮影 就是上帝在救贖 更新大地 不只是走爛 我們現代人 一邊就想走爛 方舟做的就是recreation 這個是後話 我們繼續解釋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更加可以清楚一點 但是我們需要忍耐一下 怎樣都好 這個是70年代的時候 已經有一位很好的 創世記的解經家 叫做Gordon Graham 是英國裔的解經家 今天還在生 他寫在另一本 創世記的釋景書下 就比較學術一點點 比較難一點點 但是怎樣都好 他寫得很好 那麼70年代的時候 他和其他一些學者 都其實已經留意到 這個洪水的聚術 其實是好像一把線一樣 一個很大的史詩式的 很偉大的 很高尚風格的 一個表述的寫作 看到A提到羅雅 然後最後又提羅雅 提他三個兒子 然後又對回下面有三個兒子 剛才我講過了 七天七天 四十一百五十 又有 然後再反過來 就是想那個讀者 或者聽故事的人 去留意到 那個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八章第一節 神Remember 這裏我引用一本很舊的書 但也有一本很好的書 就是講到 古代近東的希伯萊寫作的技巧等等 修詞等等 它說這個 Chiastic Opposition 即是這些線型的形狀 其實是一種high style 用回當時近東的epic 很厲害、很宏偉的史詩 好像我們今天聽到 一些很偉大的交響樂曲 那種表述的方法 其實創世紀第一、二章都是這樣 那種偉大 是要這樣表達出來的 好像一個交響樂曲 去表達出來 用一種epic style 去表達出來 讓你聽到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很宏偉的故事 裡面說的神和我介紹的神 也是一個很偉大的神 在洪水泛濫當中 他作為王的神 這次是這一節 我們先講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YouTube頻道 就記得 Like、Comment和Subscribe